《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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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感觉就是 很多时候其实我知道 我知道什么就对了 所以我知道我想要的 就感觉让他们通告 总之有句 那确实那是不是你想要的 如果你真的内心很渴求 想要的话 凭着我们的这种顽强的坚强 凭着我们的才能 我们甚至得不到 实际也要多得 获得这个最终的 不是你最渴求的 你可能觉得我需要 但不是你最渴求的 最渴求的 就念念不忘的 还是某一个东西 还是有些东西 不是这个 不是要在这儿住一面 不是这件事 否则你会创造 一切小姐住一面的 甚至我们会觉得 到底需要你们呢 是不是我们的欲望被牵引我 甚至我们需要这些灵力 或者是什么 可能是我们的欲望 我也知道 其实也不是了 有些怎么说呢 就还是迷茫 有些有些 因为在不同的时间 到我们需要不同的东西 你也不能下地路 我真的可惜 我需要 因为这个迷茫 来自于毛区 来自于哪儿 来自于我们只看这一生 因为如果一百年的话 那很清楚 你需要 今天你就很清楚 我需要什么 我至少有个吃饭的地方 做的地方 因为你时间短了 你要这一生 就拿一百年来说的话 你是不是有什么意义呢 那很多东西是可以 可以看到的 但生命 它不是只是这个 时间段的问题 就是很多 生老病死 死亡的问题 或者生的问题 这俩头的问题 都要看到 当你觉得 你在不死的时候 未来 你怎么去 你需要什么 如果你不会死 你需要什么 如果你不会死 如果我们会死 我们需要一个墳墓 那不会死需要什么 如果我们是不死的 那那个墳墓 只是个 比这个世界人看得像 那如果我们真的 不会死 那我们真的做什么准备呢 不是一个 不是一关墳墓的问题 那就是 再说了 还有你的孩子 你的家人都不会死 因为他们准备什么 你要从生生世世的角度 考虑你准备的 就不是 钱和房子的问题 甚至 你给他们留一朵 别说 留些钱给孩子交代了 没交代 他不会死 是吧 他终于花完的时候那些钱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怎么样呢 那你留什么呢 福报 功德 或者是什么 智慧等等 你都得考虑了 角度不一样 其实你怎么看呢 所以佛学的基础的 因果啊 这些角度 基点还是蛮重要的 你要不相信这些的话 你很多生命的很多取向 你很多生命的很多取向 就选择就不一样 还是不生性 是 是的 是的 对生命的人 就是 其实有的人说我也信 道理我懂我也信 但是他活得很茫然 他活在这个层面 他那种生性真的不像前面 很深的 对这个海洋很 认识很清楚 他是很飘着的 在生命里 在他的生命的海洋里飘着 这个时候他的头脑 总是被杂念所遇 也就是被欲望的杂念 牵引入的空 他没有生性不移的动性 我没有玩的这种状 每个人都会 如果每个人在红尘中 因为红尘是幻境嘛 我学 那么我们在红尘中生活的人 我们一定会被欲望牵引 刚开始 天性啊 天性会比欲望 你哪块对你有欲望 哪块对你有诱惑 你就会有效哪块 就像在生命的海洋里游泳 你会随着你的欲望 有效不同的地方 然后头脑里不断的乱想 头脑里就像 不断的 过去现在未来飘啊 飘啊 就在这里面像风一样的飘过来 飘过来 就是未来怎么样 过去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就这样飘 没完没了得的轮回 循环在你的脑子 然后你随着欲望游动 然后 因为那些欲望 里边有因果嘛 你随着欲望 那些欲望 导致你游向那个 然后呢 在那儿接触因果 或者过去的因果 然后有的就成果 就是 苦抱也罢 三抱也罢 二抱也罢 就开始熟了 然后其实 然后 哭哭落落 就这样 它这种飘的状态里面 也是没有根深蒂固的信仰 它不可能是 因为它不断地坏地方 不断地飘 动的时候 它是 它的所有的选择都是 哦 对的 它飘到这里 哦 对的 飘到这里 它没有定性的 就像浮萍一样 在海上在飘 如果一旦有一天它清醒了 就是不太清醒 飘的状态是不清醒的 叫迷茫的状态 那有天清醒的突然 有的人就是佛说了一句话 哇 就是出了一身冷汗啊 就是那种 这就是我自己 我当年是 就是看了一首记子 就是真的像离皮的那种 说我回来自土 船马救命去 一华开武 也结果自然成 就看完这首 达摩祖师的记子 那看完以后 我突然就吓了一条 那就你突然 就好像回忆起东西了 就说你来这个世界 是做啥的 好像你 那个感觉就像 你是个大臣 皇上下了圣旨了 让你去传这个圣旨 你把圣旨一夹 夹在胳膊肘子底下 你就上街 看到小吃了 看到美食了 看到这个街上 没劲了 去玩上了 忘了 把这个圣旨夹在 一直在这枪 忘记了 就那种感觉 哇 你怎么玩着玩着 忘了这个重要的事情了呢 就是那种 那种感觉一下子 你就像从柠檬中 一下子进去 哇 你把重要的事情忘掉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怎么能 游戏在红尘呢 你怎么 就是 突然有那么一下 好 那个时候你的很多东西就开始决定 那个时候 产品说你这对信什么 做什么 就不再移动 就像盘石一样 兼顾的刻在那里 然后你会慢慢去做 在这个地点 就是说 那个时候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这一介事 而去围绕着它的完成 圆满来做 所有的一切 就在这 就这个时候 你才会慢慢慢慢 形成自己一个 揭入磐石的一样的一个 就像 在你的生命之流里边 有一个中流鼻子 在那里做 插 那个 就像收入空中的鼻子 插就插在那 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 不接过它 接过它 所有做的就 你的生命才有方向 那个方向不是 不是未来 不是远方 也不是前方 不是左边 右边 不是东南西鬼市 就在这 就在每一个当下 你的每一年里边 它都有方向 我在做什么 很清晰 然后呢 我要达成什么 我在做什么 它一定会到达什么 不是说你要达成什么 是 你每一秒做的 一定到达什么样的波 因为你在做音 永远在做音 在这个世界 永远有一个波 会呈现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三十二下巴士水水水 或是英国 是呈现出来的东西 那是做了音 呈现出来的 做功德呈现 化泄 你不做功德 化泄不错 我想知道 比如说 有一次 过去我们已经业障 让我今天 就是明说那种状态 感觉飘了 以后 我一直感觉都飘了 所以我听到来 也是这样 你业障 业障多的是 过去生生世世世 我们什么也干过 因为我们有上意识 不是一识 说我上一识 上一识已经少了 生生世世 你有上意识 你可能跟地球一样独牢 那地球 你在地球上做过什么 谁知道 什么坏事也干过了 什么好事也做过 都有可能 只要因缘俱足 你可能就是个坏人 只要因缘俱足 你可能就是个好人 因为你有瘫子吃麦鱼 六道之心 条件逼极了 你可能就敲墙去了 不逼 你可能就是个善良的人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关注的是 你就没有修行过 好事换事 肯定都干过 但是如果你修行过 那就修得 这一次如果开始修行 就比较轻松 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成到 如果没有修行过 那就刚开始了 那就慢一点 也不要急 人家都修了好几次了 你才开始嘛 对吧 虽然你都贪玩了 也不用后悔啊 这开始也没问题 刚才是啊 就是这样了 业力太多了 就那样了 但是业力如果 如果那个业力 成在这个世界 生理果报 也是随着你的欲望 你的贪婪 你的贪婪 它才成熟嘛 因为听到这 绝而不动 它也不会形成果 就是这样 而且我感觉很多事情 当我进去的时候 就进入到一件成果以后 我就是特别想逃你 我觉得你不是 我不想玩这样 一进去然后就要逃 一进去就要逃 就想逃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感觉到飘吗 是因为你跟这个世界是幻境 在幻境里 永远想做梦 永远想飘 越聪明的人 越想飘 就这样 因为你 你不知道它是幻境 你活在一个虚假的时空里 真正的你不在这 真正的你在那没动过 真正的你不是这个飘的东西 你认错了 所以你认为 有一个你在这个世界上飘 本身这个观点 已经不是佛学 这已经错了 佛学告诉你这是错的 你认错自己了 真实的你是佛 不是这 真实的你是没有 存在不在时空里的 你可以在任何时候 世界都跟你没关系 真正你是真空 你在无量无别的时空 世界出菩萨 世界出佛 世界出佛 世界出化身 但每个化身跟你都没关系 真空吗 活性吗 如来吗 不来不去 不轮回 那个是你 歇天地而生 无行无下 如果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 只能是去实证 自己去修 自己去修 我们现在在聊天就在修行 知道吧 破了你的迷惑就是修行 为什么你回不到真正的 真正的你是在那的 它不是修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回不到 就像你的飘移 就像一个虚幻的梦境 为什么你醒不来 因为这个梦境迷惑了你 你认为它真实 你认为有一个你在这样的话 这个梦永远醒不来 是不是 你说我放弃了这个杯子 你能醒来吗 你是在梦里面说我放弃了它 如果你有个放弃的概念 这个杯子已经很真实了 你怎么能梦醒呢 是你在梦里面知道 杯子也是梦 这也是梦 这也是梦 没必要放弃 你知道你做梦就行了 你放弃什么 是不是 有什么可怕的 都是幻境了 是你了解你在做梦 了解你自我 这个觉受 依耳比较生意 全是虚幻 了解这一点你就醒来 而且更生地固的了解 落实在每一件你的行为上 行为上做事的角度上 OK你就醒来 反正就叫休息 如果落实不在每件事上 那么去坐地上 先落实去 盘着腿先 身心不动开始 因为你不知道它乳患 你改不了 才有法 才有方法 如果你知道 直接就正悟了 就不用修了 不用未来 没有未来 未来是你飘移的那个东西 乱想出来 因为你本来的你就没动过 在法界里面 佛怎么会有来有去 佛没有时空 佛没有时空 那比如说 像我们坐在那个放空桌 之前 他会啊 就这个 这个算是修行的 什么都是修行 什么都是修行 是以什么角度 看待你目前做的事情 是以佛的直接看待 还是以凡复的直接看待 比如说你认为这个是虚弄的 但是你跟他聊天 聊聊聊 他骂了你几句 你生气了 打起来了 吵起来 这就叫造业 我告诉你 不管是善业外业 不管就算是你忍辱他 忍受了 承受了 那已经是凡复了 你只不过是好人 你做了善业嘛 你修了有忍辱嘛 但是你不是按住在佛的 你空他空 那句话空的基础上去修忍辱的 那已经不是 不在菩萨道上 已经不在道上 那就是 只是造个善业咯 你忍辱了 你忍了他宽容嘛 修了个宽容 宽容的人啊 不是修忍辱的菩萨 所以你要有佛的知见 来去修你那个忍辱 修了那个宽容 就是你宽容别人 也是要用空性正见来宽容 你的芥蒂是空性正见 而不是你是个好人 不是那样的 所以要学佛的芥蒂 因为我们是用凡复的芥蒂看世界 所以我们才苦恼嘛 但是我们一开始只是介于佛的芥蒂 因为自己达不到嘛 介于佛的我们做不到 只是把佛的概念借过来了 佛的理论借过来 照着佛的向他学习 只能说向灵魂学习 向他学习 有时候学的也是些形式上的东西 好像很刻意 但没关系 刻意就先刻意一点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因为我们本来也是佛嘛 只是你失了嘛 就是这样 慢慢的就是随着时间里的修正 就是行走坐卧 或者修法嘛 都是在休息 但是如果界地上到来的话 只是刚开始你在红尘里面做不到 所以你迷失自己 比如说你每天在北京 你看着北京灯红酒店的生活 看着身边那些同事 每天坐在这跟你说 说名牌 说别墅 说跑车的时候 你慢慢的心就开始痒痒了 我要不要也去努力一下 这个跑车呢 我要不要也 他攀比嘛 但是就这个环境 刚开始是不适合你休息 除非说他讲了说你到了十地以上的菩萨 他把不得就坐在这种环境上去磨练了 跑车 他没动 别说他又没动 他去考验自己嘛 把不得你说呢 说林立天他没动 说啥他都心 他知道自己已经不着想了 而且他的界地已经 同脑就生起了 所有的政量就显示 他自己已经不被这些东西转了 那是在考验自己的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任何修正 没有政量 你还是一个着想的人 那跑车是比自己的好一点哦 是不是 你还在比较的时候 你会慢慢慢慢就会被迁移进去了 所以你刚开始休息就需要这样一个环境 比如小心荡场 你没啥要住在这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地方不说那些 他们从早到晚就是说佛法 就是载 就是载嘛 刚开始他不说跑车 他不说别墅 他是让你慢慢慢慢的处理的 所以不同的地方说的不一样 其实就是染着嘛 这个地方是染你佛法的 就算把你染成佛油子也吧 执着的一个佛 佛弟子也吧 但是他还是染嘛 比把你染车滚滚红尘那样一个 不断的造业的好一点点吧 就是这样 如果你自己努力的话 在这种染着氛围里慢慢开悟嘛 并不是说那个在那不能承到 在红车也是能承到的 但是需要你很高的 有点正量的时候 就是说你的层次已经比较高了 修的已经如如不动了 这就像真的是 小孩子的时候老师不要谈恋爱 恋爱真的是万而不赦的 你到了一定年里 老师和父母把不得你赶紧谈恋爱去 是吧 找恋肯定不行 老师也说 父母也说是 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程度 你知道老师怕你受伤害嘛 不懂啊 不是红尘 不是稻草 哪儿都是稻草 只是刚开始给你一个清净的环境 让你去解脱出来 刚开始 奥 索尼 自然 你的 不能 全部 想起来 我 各位 全部